小伙伴们 大家好 我是 木槽的 木耀 小铃铛 嘿 小伙伴们 你好 我是小铃铛 哈嘞 欢迎收看我们 这一星期的 奥特曼传说 第2季 嗯 感谢小伙伴的收看 小伙伴们 看我们的视频 要记得点赞 频道 低后提及 谢谢大家 谢谢 来吧 咱们先回顾一下 上去视频的 剧情啊 上去的视频 咱们就是 变身成一个 杰德奥特曼 挑战了 加拉德隆 对吧 对的 没错 那么咱们这期的话 嗯 还得履行承诺 不是那个 上去有个小伙伴 他想看两个 奥特曼吗 分别是那个 杰德跟哲塔 那么咱们这期的话就 来制作杰塔奥特曼的 一些变身的东西吧 好 首先咱们得那个 哲塔 得做一个哲塔升华器 哲塔光弩 还有这个什么 奥特光子卡牌 来 这个好做的 怎么回事 你炸了 我没炸呀 我们分开做吧 你说那个 折塔光弩 我来做折塔升华剑 哦好吧 等离子金破 黑钥匙 钻石 弩 死配秀母物质 我看一下 箱子里面有 应该打了很多的 弩 黑钥匙 好 然后是这个卡牌 这什么 它们七八 矿物 等离子金破 实际秀母物质 还需要一张纸 咱们家 是这个 咱们家没有M78矿物吗 我记得好像有的呀 有有有有有 我这里有四个 搞不搞 包子里有 呦 怎么又这 干什么 我 给 这他生化器 还有这个奥特卡片 咱们可以直接变成 这他的原始形态了 首先 这怪兽要嚣张是吧 Shift的右键 在右键打开 它这边显示开启的状态 我们回来了 刚刚我这边稍微回了下档 所以 我把东西恢复了一下 然后我把那个什么 实际之战模组给它删掉了 估计是那个模组 到了后面会跟 奥特曼模组起冲突吧 好的 然后那个 折塔奥特曼呢 首先咱们来变身 Shift的右键 它这边显示开启的状态 在右键 把这个奥特光子卡牌折塔 放到右边的第一个位置 诶 等一下 诶 现在就变身了 折塔奥特曼 折尸蒂姆光线 双手笔画姿势 形成J的光子痕迹 然后发射出去 诶 你有毒吧 变个身给我变死了 你甘信 折塔奥特曼的故事由来呢 是那个杰德奥特曼 击败他的父亲贝利亚奥特曼后 贝利亚的灵魂被封锁塞的 一度空间 但在以往的战斗过程中 贝利亚也被击败过 其肉体掉落许多的细胞飘在宇宙中 名为那个恶魔碎片 一直不知名的 真面目的恶徒正借着这些恶魔碎片 危害死防 冰枪 将其魔爪伸向了光之国 恶魔碎片能让怪兽变得凶残 恶徒利用恶魔碎片 他开始毁灭行星 使宇宙陷入了危机 而他的下一个目标 是地球 赛罗奥特曼和他的徒弟 哲塔奥特曼勇敢地站了出来 正面迎接敌人 经过一番激战 赛罗奥特曼独自一人追着怪兽前往地球 在地球上 人们为了对抗日常出现的怪兽 组成了防卫队 在这支部队中 有一位热血青年 叫做下船摇晖 他就是那个赛罗奥特曼的人间艇 嗯 然后那个赛罗奥特曼 他需要的一些勋章 我已经准备好了 分别有这些型的形态 原始形态 阿尔法刃形态 贝塔粉碎形态 干嘛未来形态 德塔天爪形态 当然还有那个 怪兽形态吧 一个叫做五帝王 一个叫做杰庞顿 当然其他的像那个什么银河出身啊 以及一些那个作者师已经 还没有做出来 包括这个什么格 格兰剑任赛罗 来吧 首先咱们准备赛 赛罗赛文雷欧奥特曼的寻章 好的 在箱子里面你自己找 赛罗赛文雷欧 赛文 赛罗 雷欧 然后下下下一个是奥特曼艾斯泰罗 奥特曼 艾斯 泰罗 在下一个是迪迦戴拿盖亚 带拿 迪迦戴拿盖亚 再然后是赛罗超线 杰德之阵 吉尔贝利亚 他们的应该在这边 赛罗超线 吉尔贝利亚 完了完了 你没记住 你迪迦在哪 找到了 然后是高斯 耐克瑟斯 孟比又斯 找这些干嘛呢 各种形态呀 我不变了 我就变两个形态挺好的 三个型态挺好的 再然后是索菲 杰克 奥特之父 想哭 好 OK 然后还剩两个怪兽的形态 待会再变成 首先 等一下 我消除下冷却 打开 咱们先来变阿尔法人形态 赛罗赛文雷欧 再加上几个凹特光子卡片 嗯 变 哎呀 搞错了 哎 起码为什么 放不上去了 这样子 哎 不会又出现bug了吧 是放不上去 他没办法那个 还有这个bug就有点头疼了 等一下 练一下 变下其他的奥特曼 在那个应该可以恢复 赛罗赛文 哎哦 哎好像不行哎 哦他又变成折塔之后 哦应该是要变成折塔之后 好家伙 这个冷却有点高啊 嘿嘿嘿嘿 嘿 来吧 咱们先来挑战这些怪兽吧 好的 先是这个操 操嘎 操嘎 布 咱们去沙漠那边 他已经成这样了 我这个家伙长得 挺帅的 哦 哇 这么多 这么多 用技能 就一个技能 就打中一个 我走了 再换下一个 回家了 赛文 赛罗 雷欧 再加上这个 二法人形态 我卡片呢 不行啊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不知道呀 赛罗 赛文雷欧 进去吧 顺序高反了 我顺序高反了 可 又多了个技能 阿尔法列论 阿尔法列论 又是同时瞄准一个 然后被他粉碎 奥特曼艾斯泰罗 奥特曼艾斯泰罗 又多个技能 又多个技能 叫做 倍塔星月斩击 哇 这个 伤害不怎么样 我有毒了 怎么了 你是顺序没搞反 要从那边 他说了一句话 什么 然后我变不了 放也放对了 带拿 盖亚 顺序要这样放 从右边开始 数一二三四 第一个位置放 光之卡牌折塔 第二个位置放 勋章 也要按照顺序 干嘛未来形态 干嘛能炸弹 变成效果已经消失了 再看一下另外的 你还是没研究套 我不是发了你一个变身表吗 你按照他的顺序排列 我都忘了那回事了 赛罗赛文雷欧 变成德尔天爪形态 再去找一下他们 真的我考了 对吧 你要按照那个表来啊 我还 我还特意防了这点 我怕你不知道 把那个表发给你 看来也忘了 赛罗 杰德 杰贝利亚 好 OK 德尔塔天爪 多了一个黄金风暴的技能 好 我再来这边 阿虽 把这些 环金风暴 惊心 这种技能好像精湾的 现在伤害挺高的 咱们可以用这个 这塔关弩 我伤害好高 掉了好多东西 然后是高斯 耐克瑟斯 孟比优斯 高斯 耐克瑟斯 孟比优斯 高斯 耐克瑟斯 孟比优斯 示范技能闪电天落 直接高斯 耐克瑟斯 孟比优斯 你捡了我的技能 还给我 等一下 我可以变这个 一个什么技能 看一下 掉了 环境风暴应该是个近战技能 没错 然后下一个是左飞捷克 奥特之父 已经红灯状态了 我这里还有好多怪物弹 给我莫拉吧 叶生 多了个什么技能 快快快快快 时间不够了 连个技能都没给我 在地上了 在地上了 捡捡 没有啊 应该是你背包满了 没有 背包空空的 我变成笑口笑诗了 我真的有毒 下一个 左飞捷克 奥特之父 你看咯 他肯定也没给你 技能 捷克 奥特之父 好 这个是释放技能 M78流 龙卷闪电斩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是的 去到那边看 龙卷闪电斩 哈 我要失了 我又要失了 左飞捷克 奥特之父 这仙人长打人了 龙卷闪电斩 龙卷闪电斩 哇 直接秒杀 我真的有毒 然后再换 再换下一个 需要那些怪物的勋章了 你还没研究透啊 我研究透了呀 但是我有毒 我把这些东西给他存了 只留着那个 你留着那个德尔塔天爪 形态 怪兽的分别是那个 三帝王 加恩Q 以及 雷秋 哎 你手手脚挺快的 雷秋巴斯 然后是杰盾 龐桶 不对 龐盾 然后是伽玛大蛇 然后是伽玛大蛇 我的卡又要卡在这 红灯状态了 给它消失下冷却 哎 这个冷却有毒吧 怎么又满了 就他 三帝王 加恩Q 球 再去到哪边 哦 先变身责塔 肯定啊 我这人真的是 脑子真的不够用 嘿 你才发现 你终于别的路了 哎 总是妄东妄西的 烦死了 准备 没有把 把他们都放出来 我没有把是飞天上的 加恩Q ா盾 哥啷 好 3D王加NQ 雷球巴顿 雷球巴斯和雷球巴顿不是同一个人吗 雷球巴斯 为什么我又变不了了 我也变不了 瞬间感觉舒服 我也变不了 好气 算了还是变成这个形态吧 环境风暴 这些怪兽的好像都变不了 这两个形态 另外一个我试试 怪兽是不是用光字卡牌弄错了 嗯光字卡牌弄错了 咱们做一下吧 好像还不能变 试试 变不了 难道又出问题了 哦变身的问题 这不需要咱们变成折塔了 哦 那我就赶紧 弄些事情 我变成怪兽了 灾难火花 法医不王的必杀技 集合五头怪兽的得意技能发动的最终必杀 好帅啊 试试看 在火火花 好丑啊 我直接秒杀 这个技能好强啊 看一下 我的天 好帅 再看一下下一个 下一個是 截盾、龐盾、干嘛大蛇 解鎖的是截龐盾 技能叫做激炎破壞管線 截龐盾將自己所有的攻擊、技能全部使出,一起攻向前方 估計也是秒殺的 咱們打一架待會兒 不用了 這位已經沒有怪物了 你再過來,你變身之後看一下 吃我這個技能,會不會被你咬傷 等一下,我現在血沒有滿 買了嗎? 沒有 怎麼回事不買血了? 你吃個金蘋果呀 我沒有金蘋果 喝 給我一個唄 好了嗎? 吃了 好 破壞光線 瞬間秒殺 他而且還有很多段攻擊 來吧來吧,時間差不多了 咱們結束這一期了吧 好的 那親愛的小伙伴伴們,咱們這條視頻就到這裡 解釋了 感謝小伙伴們收看,咱們下期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